飞官许大军上个月31号在高雄岗山驾驶AT3教练级训练不幸是坠毁殉职 今天早上举办公祭典礼 妹妹也上前致辞的时候是一度泪崩 而她的爸爸也穿着儿子生前来不及送出的生日礼物运动外套出席告别式 走长蔡英文是也亲自到场来颁发包养令 官校的师生是也驾驶着AT3来冲场悼念她 向她至上最高敬意 AT3教练机冲场四架战机已追到队形飞越基地上空 其中一架飞离 上讯职飞官徐大军献上最高敬意 向列室行三局公礼 上个月底飞官徐大军驾驶AT3教练机不幸发生意外 坠毁在高雄岗山田措社区农地 17号早上举行公祭典礼 亲友们都到场送她最后一程 这几天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妹妹上前代为致辞失去最爱的家人 她一度难忍情绪 看着荧幕上追思影片播放 从徐大军小时候到她长大实现梦想成为飞官 一幕幕都是家人心中最宝贵的回忆 颁证包养令 总统蔡英文亲自到场 徐大军爸爸从总统手中接下包养令 而她身上穿的正是徐大军生前 准备送她当生日礼物的运动外套 谢谢你的努力 我们永远以你为荣 飞官徐大军祖父也是空军 从小立志追随脚步 终于成功翱翔天空 但年轻生命在23岁这年画下句点 飞行身影也将永远留存在世人心中 记者承轩课程号高雄采谋报道